黑曼巴蛇究竟有多可怕 你知道世界上对人类攻击性最强的动物是什么吗 你见过蚂蚁是怎么杀人的吗 你知道吗 在动物界 大多数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害怕人类的 出于对未知生活的恐惧 绝大多数野生动物见到人 一般不会贸然向人类发起攻击 多数都会选择躲避或者逃离 但也有一部分领地意识较强 脾气相对暴躁的动物 它们将到人类不但不怕 反而会主动发起攻击 有的甚至直接把人类掠到它的食谱之内 非常可怕 今天这些视频 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 最具攻击性的八种动物 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暴躁的野兽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在三秒 给黑土个霸气鼓励 谢谢 好 第八个 黑犀牛 这是一种分布于非洲东部和南部的一种双脚系 这种犀牛通常都记忆在一些丛林地带 主要以树叶为食 它们是非洲大陆分布最广 数量第二多的一种犀牛 黑犀牛的体长 最长可达3.75米 尖高可达1.8米 体重可达1.4吨 这个家伙的脾气相当暴躁 攻击性极强 一旦发起风来 无论是人或者其他动物 有时候甚至是汽车 树木 土堆 都会无缘无故的遭到黑犀牛的攻击 不但如此 即便在黑犀牛的种群之间 也会经常发生争斗 这个家伙的致命战斗率 是所有步入动物中最高的 绝大多数的黑犀牛 都是死于与争斗有关的伤害 正常死亡的黑犀牛 只占不到20% 由此可见 这个大家伙的好斗程度有多强 在非洲大陆 成年的黑犀牛 通常是没有天敌的 这主要就归功于 它们巨大的体型 以及暴躁的性格 要知道 一头成年黑犀牛的犀牛角长度 最长接近1.5米 这也是黑犀牛最具杀杀性的武器 它们每次发起攻击时 会拖动着巨大的 犹如一个小型坦克的身体 以最快每小时55公里的速度 进行冲刺 接近敌人后 再利用犀牛角狠狠地撞击敌人 杀伤力非常强大 这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 都是非常致命的 但即便是这么强大的一个物种 也避免不了被人力猎杀 截止到2019年 野生的黑犀牛数量 仅为5000多头 要知道 在20世纪 黑犀牛曾是所有犀牛物种中 数量最多的一种 在1900年前 大约有10万多头黑犀牛 生活在非洲大陆 而现如今 仅剩下几千头 好 第七个 密幻 密幻想必各位领导都有所耳闻 没错 他就是我们俗称的平头哥 这个家伙以胆大 凶猛 无所畏惧而闻名 他也被吉尼斯世界记录 评为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之所以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 主要就是出于这个家伙的凶猛程度 密幻虽然体型不大 但他却几乎敢于攻击任何动物 包括狮子 与猎狗这种大型猛兽 特别是毒蛇 密幻对本土范围内的毒蛇 有很强的抵抗力 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可以抵抗蛇毒的动物之一 密幻的体型不大 他的体长也就在70厘米左右 尖高约为25厘米 体重可达30斤以上 对比非洲大陆的其他肉食性野兽 他的体型其实并不算太大 这个家伙看上去貌似对人类构不成什么威胁 但实际上他们非常危险 密幻在对不同物种发起攻击的时候 都会选择对方最薄弱的地方下手 当面对一个男性人类时 他们就会选择攻击人类的下体 以此来实现致命遗迹 对待其他动物 他们的皮肤除了厚实 更突出的就是他的皮肤 皮毛光滑度与韧性也很强 像一些较大的捕食者 在撕咬密幻的时候 很难伤到他们的体内 后经过研究 发现密幻之所以胆子会如此之大 主要可能就得与他独特的眼部构造 据观察发现 密幻的眼睛结构 类似于凹头镜 这种眼睛会让他看到的一切物体 以及动物都会比实际偏小 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看到的狮子或者豹子 都没有现实中的大 可能正是因此 他才有足够的胆量 对其发起攻击 你可能很难相信 这个家伙的危险程度 是与狮子和豹子相持平的 它是非洲商人最多的动物之一 也是当地攻击性最强 和脾气最暴躁的一种大型动物 非洲水牛的头体长度 最长可达3.4米 身高可达1.7米 体重可达1800斤 它们属于群居动物 水牛群最多的时候 数量可以高达1000多头在一起活动 在野外碰到它们 其实与碰到狮子和豹子一样危险 非洲水牛的脾气相当暴躁 特别是受伤或者落单 以及带着小牛的母牛 这种牛的攻击性会更强 它们虽然是狮草动物 但危险程度 却一点都不次于食肉野兽 非洲水牛在发起攻击的时候 主要武器就是利用牛角 以及踩踏去制服敌人 在非洲 每年死于非洲水牛袭击的人数 就高达200多人 特别是在乌干达地区 据观察发现在这里 大型狮草动物 每年平均比狮子和豹子 这些狮肉野兽 袭击的人数更多 并且在攻击期间 造成的死亡率 要高于食肉动物 由此可见 这个家伙可能比狮子和豹子更危险 在非洲 除了人类 非洲水牛几乎没有天敌 虽然狮子经常会杀死 和捕杀非洲水牛 但猎杀一头成年的非洲水牛 通常需要几头狮子一起 当然 狮子也可以单独将其猎杀 但这并不容易 因此 狮子其实还算不上是 非洲水牛的天敌 总之在非洲 如果遇到这个大家伙 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 无论是一群 还是一头 愿意要记住 它与狮子一样危险 并且单狠之之间位置 从未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 非常危险 好 第五个 黑曼巴蛇 它是实际上 仅次于眼镜王蛇的第二长毒蛇 也是非洲最长 世界上爬行速度最快 攻击性最强 最可怕的蛇 黑曼巴蛇的体长 一般都在2米以上 最长可达4米以上 它的毒液 虽然不是实际上最毒的 但是它的危险程度 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 黑曼巴蛇 原产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它们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 相对较为干燥的地方 像一些西数草原 林地 以及岩石上 甚至树上 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 这种蛇的可怕之处 主要就在于它们极强的攻击性 它们与其他的毒蛇不同 大多数蛇遇到人类 一般不会主动招惹人类 但黑曼巴蛇是个例外 它们遇到人类或者其他动物时 极有可能会主动发起攻击 并且还会进行追捕 并且还能够在距离猎物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攻击 而且还是一次性 快速地连续对猎物进行一系列的致命咬伤 在野外 黑曼巴蛇几乎不能够容忍人类 接近它超过40米的范围 一旦进入到这个范围内 就极有可能遭到黑曼巴蛇的攻击 如果一旦被它锁定 我们徒步是很难跑得过它的 人类一旦被它咬到 仅需两滴毒液就足以致命 更恐怖的是 它们在攻击我们的时候 可以将前半身树立起来 直接咬到我们的脸部 并不是其他的毒蛇那样 选择腿部进行攻击 可以想象一下 被一条长达3米的黑曼巴蛇 咬到脸部的场景有多可怕 好 第四个 石火鸡 石火鸡也就是鹤陀 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 在动物园中遇到这种大型鸟类 千万不要盲目地去挑逗它们 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 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这个大家伙给刺伤 甚至致命 石火鸡共有三种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方石火鸡 它是世界上现存第三高和第二种的鸟类 南方石火鸡 主要都分布在澳大利亚的东北部 生活在一些森林深处 等一些远离人类的地方 这种鸟的体型很大 它的头体高度最高可达2米 体重可达150斤以上 属于杂实性动物 在野外 主要以一些植物 以及一些小型动物为食 这个家伙的危险之处 主要就在于它们对人类 拥有极强的攻击性 在二战期间 驻战在新几内亚的美国 和澳大利亚的军队里就有警告 遇到这种大鸟 一定要远离它们 因为它们可以给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 石火鸡在面对人类或者其他动物时 可能会毫无征兆地就对其发行攻击 在攻击时 它们会利用那双强劲有力的双腿 狠狠地踢向对方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脚上的爪子就像利剑一样 狠狠地刺进对方的身体 然后再利用爪子 将对方的内脏勾出来 非常可怕 据说 它们对付狗 只需要一脚就可以使其丧命 面对人类也极有可能一击致命 非常危险 早在2004年 石火鸡就被吉尼斯事件记录 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 再次提醒一下 在动物园遇到这种鸟 一定要一起保持安全的距离 好 第三个 河马 这是一种看上去比较憨厚 但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致命的 大型半水生哺乳动物 在陆地上 除了大象和犀牛 河马就是最大的了 你知道吗 成年的河马体长最长可达4米以上 体重最终可达2.5吨以上 尖高可达1.5米 这个家伙虽然看上去笨重 但实际上非常灵活 它们可以拖着巨大的身体 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奔跑 在水里 也可以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移动 也就是说 无论在水中还是在陆地 绝大多数的人类 是根本跑不过它的 河马的危险之处 主要就在于它暴躁的性格 这个大家伙的脾气非常不好 它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野生动物 在非洲 每年都会有多起河马 河马袭击人类船只 或者人类的事件发生 2014年 狄日尔就曾发生过 一起河马袭击事件 当时一艘船 遭到河马的袭击 船身发生侧翻 最后造成13人死亡 据估计在非洲 每年因河马袭击 造成的死亡人数 就高达500多人 而狮子仅为200多人 由此可见 河马实际上 要比狮子危险得多 特别是带着幼崽的河马 它们是最具攻击性的 遭到河马的攻击 通常都是非常残忍的 因为河马 可以利用它那张大嘴 一口下去 直接可以将人类咬成两半 它的咬合力高达1000斤以上 有时候它们一口 甚至直接能将一些 小型的独木舟 咬成两半 相当凶猛 好 第二个 红火仪 这是一种原产于 南美洲的一种蚂蚁 在我们国家 它属于一种 极具攻击性 与破坏性的入侵物种 这种蚂蚁体型不大 它的体长 也就在7毫米左右 但是看上去 貌似并没有给我们 构成什么威胁 但实际上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 但是在美国 每年就会给人类 造成大约60亿美元的损失 在全世界 这种蚂蚁每年 给人类造成的损失 可能高达上百亿美元 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蚂蚁 经常会破坏人类的房屋 或者财产 像一些道路 地基 草坪 电箱 以及电线 等等许多设施 都有可能遭到火仪的破坏 除了破坏性极强 这种蚂蚁对人类 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这种蚂蚁的潮血 一旦遭到轻饶 它们就会表现出 强烈的攻击行为 别看它体型不大 如果不幸被它咬上一口 轻者会感到极度疼痛 重者则有可能 会有致命的危险 这种红火翼的腹部末端 长有一个细小的刺 这个刺 其实是一种 携带毒液的毒刺 每次叮咬 红火翼都会向外 释放出一种生物碱毒素 被咬后 伤苦处会像火灼伤一样疼痛 之后便会出现 像火烧一样的水炮 随着体质不同 被红火翼咬伤的人 表现出的症状也会不同 有些体质较差 对红火翼毒素过敏的人 被咬伤后 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危险 它们在对人类 发起攻击的时候 往往都是毫无征兆 有时候即便是 我们不小心挡住了它的去路 也有可能遭到 红火翼的叮咬 那家伙攻击性极强 好 第一个 尼罗厄 尼罗厄可能是极少数 将人类当作其饮食一部分的动物 也就是说在尼罗厄的眼里 人类就是它们的食物 据估计在非洲 每年命丧尼罗厄口中的人类 是狮子的十多倍 毫无疑问 这个家伙极具攻击性 尼罗厄的体型非常庞大 成年尼罗厄的体长 最长可达六米以上 体重最重可达一吨 它们的平均体长都在三米以上 咬合力更是高达一吨以上 无论是人类或者是其他动物 遭到这种大型恶鱼的袭击 都是非常致命的 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 尼罗厄是顶级掠食者 除了人类 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至于攻击性 更是毫无疑问 在非洲 尼罗厄每年对人类的袭击 高达上千次 其中63%都是致命的 非常危险 这个家伙实际上 要比狮子和老虎 等等一些食肉野兽 可怕的多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